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好轉 當然是第一時間出來吃飯餐開心一下 今天就來尖沙咀這棟食客 試下有間後悲幾好的居酒屋 門口的設計已經很有日本感覺 環境雖然不大但情調不錯 開放式廚房前的包位就是這裏最大的賣點 咦 還是用臂場炭燒 好期待呀 周圍的布置都有特色 牆上掛了很多日本懷舊海報 立即打卡 餐牌主打串燒 雞牛羊海鮮都有齊 還有不少送酒小食 先來的是螢光魷魚一夜乾 一上台已經聞到濃濃的香氣 有點像陳年芝士的味道 送酒沒得頂 油揚其實是豆泡 外層香脆 咬下去鬚軟有豆香 裡面放了名太子特別的味道 蛋卷的做法有點不同 炭燒過質地較乾爽 味道不會好甜 加上蔥花難怪特別香 啤酒說這麼快喝完 是時候喝清酒 見到這麼多清酒櫃 就知道有多少來自日本不同產地的款式 難得不是熟口熟面的品牌 如果不知有什麼好 不如直接叫經理介紹 價錢不算貴 不想開一枝 可以叫細活的先 又可以試多些不同的口味 未吃鮮清粉 師傅已經炭燒我們的榮羅 榮羅加了海帶去燒 質感爽口 吃完之後 可以倒入裡面的湯汁出來喝 味道很清甜 雞肝火候控制得好 外層有焦香 醬汁香濃但不會太甜 雞肝又軟又滑 輪到我最愛的鹽燒雞味 香到旁邊桌都聞到 好吃再逼出油 多吃一塊也不怕你 雞心喉管是稀有部位 因為是雞肝和雞心中間的位置 一隻雞才做到一串 爽口得來 又有汁燒的香甜 用雞中液以下的部分 撕開雞翼的時候 還聽到脆聲 真是燒到脆肉滑 非常炭的好處 是可以在短時間內 用高溫將食材的表面燒焦 但又保留到裡面的肉汁 吃的時候還有鎮炭香 吃串燒怎麼可以沒有鹽燒牛舌 你看肉汁多豐富 又有足夠厚度 好吃 最後來到全羊架 燒完之後等它靜置一會 師傅先幫我們切開 肉質又嫩滑多汁 是時候總結一下 環境真是不錯 可以假裝去日本旅行 食物有水準 調味恰當 火候拿捏得好 服務又親切 但收費真是貴 人均消費至少600元 不過等晚市開回來之後 都值得找個日子來玩回玩的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